你的财富跟什么有关 你的财富跟你的认知有关 你的认知提升 你的财富就会提升 你永远赚不过 超过你认知的钱 就算你通过运气赚到了 也会凭实力亏掉 这个世界有159种收割你的方法 直到你的认知跟你的财富成正比 听懂句说 所以要想提升财富 很简单就是提升自己的认知 你的世界足够大 你的宇宙足够大 你的胸怀足够大 你的境界足够高 你才有可能经营一帆天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独立意义思维体系 来 马上把那个经营塔讲完 普通的人是教你们方法 我是直接上来就教你思维 思维是教你生出方法的方法 我教你方法不牛逼 我让你自己生发出 你的方法才牛逼 就像佛陀一样 84000个人开悟 就有84000个法门 我只是找到了我的法门 如果我把我的法门讲出来 未来无人可以开悟 因为你们只会按照我的方法修炼 我的方法适合我 不一定适合你们 教思维 我还是那句话 不是让你去学习周老师成功的方法 是让你怎么样 触摸周老师是怎么样 找到我成功方法的 然后一转身 找到谁的 找到自己的 那这个已经很高了吧 这位各位 来 比这个更高的是什么 来写上 境界 境界一旦提升问题 立刻消失 你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境界的体现 那比境界更高的是什么 来 维持 马上升起一个经济塔 塔底 方法 再往上走思维 再往上走境界 再往上走什么 维度 讲思维挺累的 讲境界也挺累 咱直接从最高往低给你们讲 好不好 就讲这个简单 就维度一提升 全消失 全解决 什么叫维度 在你的本上画一个点 今天上了我的 上午的分享 学到了什么 老师 我学到了一个点 如果你说你学到了一个点 来 在点后面 想要两只 叫灵维 灵维 灵维啥意思啊 就是啥都没学到 一比无穷大等于零 三比无穷大等于零 任何的数比无穷大都是零 那么听懂我在说什么 那老师我学了两个点 两个点连成了一条线 学上一维 这叫点性思维 这叫线性思维 学了四个点 连成了一个面 叫什么 学上二维 叫面性思维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们在几维空间 我们在三维空间 既然我们在三维空间 我们的思维 最少要在三维这个层面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请问周老师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发现 周老师讲的所有东西 都是用金字塔给你表示 金字塔有几面 金字塔有无数面 通过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到不同的面 举个例子啊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 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了 就跳楼自杀了 不活了 有没有 说明他活在几维 他一定是活在三维以下 他只能看到一面嘛 就是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跟你分手了 你只能看到这一面 所以你很伤心 但是记住 我们在三维空间 有几个面 有无数面对不对 咱不说让你看无数面 咱最起码要看到两面 阴阳两面吧 咱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好就有坏对不对 那你总是看不好的那一面 你为什么不能看 好的那一面呢 一个不爱的你的人 离开了你 这不是应该值得庆祝的事吗 他现在离开你 总比结婚以后 给你离婚抢吧 结完婚给你离婚 你就要二婚 是不是 因为这一个男人 你要放弃 全天下所有的男人 这一个男人离开你了 全天下所有的男人 随你挑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你换一面 你突然发现 这个事从坏事变成了好事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那有些人就更惨了 只能看到一个点 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 这叫几维 一维 假如说 在一维上 有一个生物存在 这个生物 看这条线 在他眼睛里 这条线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条线 如果说 在一维里面 有一个生物的话 这个生物 它根本看不到这条线 它只能看到 眼前的这条线 不是一条线 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小黑点 它只能看到一个点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一条线本来就是 有无数个点形成的 它只能看到局部 它看不到全部 请问这个生物 怎么样才能看到 这条线的全部呢 只有一个方法 跳出一维 进入二维 当它进入二维以后 它瞬间看懂了 这件事的全貌 来 那我们继续脑洞大开 现在我们进入了 二维世界 这个平面 就是一个二维世界 在这个平面的 二维世界里面 存在几个生物 有一个生物是个 这样的 还有一个生物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生物是这样的 它们里面有 藏着几个东西 来 接下来我要问你个问题 在这个小圆的眼睛里面 看小方 看这个三角 它能看到什么 这个三角 看这个小方 它能看到什么 这个小方看小圆呢 还是一条线 对不对 这三个物体 它只能看到一条线 它看不到它是方形 它是圆形 它是正方形 能不能听到 再问你个问题 这个小圆 能不能看到 这个三角里面 有几个点 看不到 因为被遮了 对不对 蚂蚁就是二位生物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 蚂蚁的世界里面 只有前后左右 没有高低这个概念 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回到家可以玩一下 一只蚂蚁在地上爬 正在爬的时候 你突然用粉笔 画一个圆圈 把它圈起来 你会发现 这个蚂蚁突然不知道 该怎么爬了 因为在它看来 这个东西把它圈住了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它会在这转半天 直到它走过去的时候 它尝试碰壁 它发现 原来可以走出去的 那再说各位 这个圆看不到里面 有几个点 它也看不到 它有几个点 它也看不到 它有几个点 但是请问我们 能不能看到 这里面有几个点 是不是非常清晰 因为我们在三维 换句话讲就是 你们知道 人类为什么会痛苦吗 就地球走到今天 就是人类走到今天 就为什么问题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痛苦 人类最大的问题 就是想用三维思维 在三维世界 解决三维空间的问题 这件事很可笑 这件事扯淡 很扯淡 你能听懂吗 来 我们继续讲维次 接下来咱脑洞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那个灵纬是个点 这个点 不管你让谁来画 都没有美感 都不如画条线条美 这个线条再怎么画 都不如在平面上 画富山水画美 你找全世界画 卢山画的最像的人 都不如让你亲眼 去看看卢山美 换句话讲 就是你的生命美多一维 你的生命就会美无穷倍 一维比零维美无穷倍 二维比一维美无穷倍 三维比二维美无穷倍 我们根据这个推理 请问四维会比 三维美多少倍 无穷倍 在座各位 你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享受过 四维之美 我们看一个美景临在了 完全进入精神世界了 美美 我们听一首歌 听痴迷了 听走神了 美美 我们读一篇古文 哎呀 这个 这个 看一个景 就 就 就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当你读到那种古文的时候 有一种美感 那种美感是在三维空间 任何的物质 让你 让你体验不到的 是还是不是 来 还有更狠的啊 维度是怎么产生的 一维是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仅此而已 只是个投影 维度与维度之间 是什么关系 是投影和投影员的关系 今天你们看这个大屏幕 我的手挡住了这个屏幕 你们不想看到这只手 你们想看到屏幕下面的这儿 你把屏幕剁了都没有用 你把屏幕拆了都没有用 因为那是二维 我把手拿开 瞬间这个手没了 换句话讲 你们今天看到这个大屏里 投出来的周文强 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 是不是二维的 但是投影员是三维的 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那三维呢 是四维的投影 换句话讲 在二维空间有问题了 不要在二维空间解决 因为投影员在三维 进入三维 二维问题 瞬间解决 那在三维碰到问题了 在三维解决 那是不可能的 那叫吃人说梦 那叫猴子捞月 只需要进入四维 三维问题 瞬间解决 挺动去操 平面是不是二维的 上面有只蚂蚁在爬 这只蚂蚁正在爬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只苍蝇 蚂蚁是二维生物 在它的世界里 只有前后左右 是没有高低状态概念的 而苍蝇是三维生物 当蚂蚁正在爬的时候 突然一只苍蝇 爬过来了 飞过来了 蚂蚁一看 在蚂蚁的眼睛里面 苍蝇是凭空出现的 你知道吗 结果它又飞走了 又飞过来了 又飞走了 蚂蚁直接跪倒 这是神 在这一维度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就会认为 那是神 今天蚂蚁 想从A点爬到B点 最聪明的蚂蚁 蚂蚁当中的科学家 认为直线是最快的距离 对不对 在它的维持里是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更快 我们只需要 把这张纸折叠 让它从A点到B点 一瞬间就到了 听懂了吗 蚂蚁疯了 我怎么突然从A点到B点了 什么情况 蚂蚁开始研究了 最聪明的蚂蚁研究出来了 这叫时空扭曲 听懂了吗 蚂蚁要从A点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蚂蚁想从A点爬到B点 它要绕一大圈 而我们只需要 在这里戳个洞 它就从A点到B点了 蚂蚁开始研究 最聪明的蚂蚁 研究了半天 这叫宠洞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